男人转过身死死的盯着黄毛 黄毛竟然左死问他 为什么一个大妈会长胡子 男人感受到了侮辱 老马就一巴掌 小帅就从中午睡到了下班 即便是在梦里都是老马的可爱模样 可爱到吓得小帅一急领好 好在老马只是睡觉时睁着眼 并没有发现小帅挑衅的举动 然而一左一右两大护法 小帅是不敢睡了 就坐在一旁坐到了天亮 原来小帅是个离家出走的叛逆男孩 身无分文来到餐馆打工 当上了送餐小弟 谁知晚上小帅又说死的挑衅老马 竟然要主动跟老马干一架 而老马则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仿佛又回到了十八九 他站了起来开始热身 老马竟然跳起了舞 小帅懵了 你这是多瞧不起我 老马一个闪躲 回头就是一拳 直接把小帅从客厅打到了床上 这一夜小帅睡得特别安详 等小帅再次醒来 已经是半夜 他再次被老马吓了一跳 镇定下来后 他开始肆意妄围 小帅立即走了 开始道歉 可老马转眼就打起了呼噜 这天小帅消失了一天 再回来时已经是满脸伤痕 原来他在公园被一个女孩打了 然后昏睡了一天 这可把老马笑坏了 还讽刺小帅怎么到哪都能挨揍 然而原妙不可言 女孩光着双脚奔跑 可体格瘦弱的小帅根本不是对手 平时嚣张跋扈的马哥好像被吓破了胆子 好在这时小帅的救星到了 是他的室友 雅哥 他瞪着他那卡兹兰大眼睛端着锅跑来 这一番神操作甚至让人贩子感觉遇到了自家人 糟糟的声音惹来了邻居的关注 人贩子眼看这么多人也只能暂时作罢 原来小美也是离家出走 这才被人贩子盯上 他向大家致谢 然后就匆匆离去 他光着脚膀回走 却突然被砸了一下 原来是小帅将自己的血给了他 看着走远的小美 小帅心中竟有一些不动 第二天小帅就开始嘲讽老马是个怂包 关键时刻掉链子 可老马却告诉他自己也是有苦衷的 时间过得非常快 转眼小帅就发了工资 应马哥要求晚上小帅请大家吃饭 可小帅酒后失言 竟然管马叔叫死胖子 这次老马有失水准 打歪了一些 小帅竟然又爬了起来 这让马哥十分不爽 于是就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马哥又回到了十八九 男人一把拽住马哥 却被马哥抹了一脸 然后马哥就潇洒落跑 不得不说老马逃跑的样子真帅 可混混马上就找了过来 老板被摔倒在地 小帅上前理论 却被一脚踹倒 小美与小帅根本不是混混的对手 他们被按在地上摩擦 即便是这样 马哥也没有出手 可这时老板指儿的骨灰 突然被混混撞翻 马哥终于忍不住了 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混混向他冲去 可却被轻松挡住 然后就被拎了起来 狠狠一下摔倒在地 看着老板呆滞的眼神 马哥生气了 静止走向混混们 一拳就撂倒一人 然后挡住刀子 又是狠狠的一拳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找死 他抓住混混的头发 将它按在吧台上 请他吃店里的特色菜 马哥将火鸡塞到混混嘴里 然后就是狠狠的一巴掌 两个不够 那就再来两个 倒要看看是火鸡先炸 还是混混的牙齿先碎 马哥正要动手 身后却被来了一刀 马哥回头 此时警察也已经来到 几人被带回警局 混混们本就做着非法的勾当 自然逃不过惩罚 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 警长竟然认识马哥 原来马哥可不是个简单的厨师 他曾被称为江湖上的传说 他的存在令整个黑道闻风丧胆 可他早已厌倦了 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 一次偶然 他救下了因丧屿之痛 而选择自杀的老板 于是就开始了自己的厨师生涯 这种平凡的日子 他过得充实而满足 本想就这样生活下去 可看着朋友们被混混欺负 他还是忍不住出手了 果然消息传得很快 自己帮派的二当家 当晚就找到了他 说他们最近受到了 其他两大帮派的联合打击 请求马哥一定要回归主持大局 如果他不出手 那群人迟早会找来餐馆 没有办法 马哥只能出山 换了个霸气的发型 单枪匹马就闯到了对方的大半营 刚开始还想好好说话 没想到这俩人 长时间没挨过打 就忘了疼的感觉 仗着人多 就敢对马哥出眼不驯 手下甚至还亮出了刀子 于是包厢里惨叫连连 和门外的一帮手下 没一个敢进去帮忙 包厢里倒了一片 马哥两拳解决掉最后一个人 回头没人敢再来挑衅 最后马哥还是拒绝了二当家 依旧回到餐馆 当起了掌勺大厨 黑帮大佬或许爽 但平平淡淡才是真